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瞳 今天是2021年1月27号星期三 我们今天这个大盘的表现 又是一次大震荡 上下一直不断的震荡 高低价差快高达200点了 我们现在开始看看这个盘是如何 王瞳今天在这里 会帮你稍微详细的说明大盘 很多人现在又看不太懂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稍微花点时间帮你说明一下 先看昨天 昨天你看看啊 昨天下跌287点 对不对 我直接告诉你超跌 两个字公开在这里 大盘退守15600点 那请问15600点到今天为止有没有跌破 没有啊 没有 好了 现在来开始看一下王瞳今天的盘训 在昨天以前的我们先拿掉了 等于说一个波段大概结束 我们就开始重新再来 也不要一天到晚都在讲过去的事情 那你看一下啊 1月27号早上9点13分 早上9点13分 王瞳告诉你什么 大盘已上涨52点开出 昨天是乌龙利空 也公开告知大盘会走15600点 今天盘市会震荡走高收红 上涨80到90点盘面更无表现 我简简单单讲的这些话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盘市啊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看今天大盘在收盘前 1点25分的时候涨了98点 看到没有涨了98点 那最后一盘打下来 最后一盘打下来打谁呢 打台积电 为什么要打台积电 因为今天是有周选结算 周选结算 黑手刻意把指数压到他最理想的价位 所以今天的盘那你看啊 我直接从电脑画面跟你讲啊 你看一下 昨天去买call 今天早盘是不是一旦冲高 涨了178点 这边你都可以出啊 那人家就出掉了 出掉以后下来再刹一刀 再拉 然后再刹一刀 再拉伸尾盘再刹一刀 今天又是多空双八好几八的盘 你看不懂的人当然就不会做了嘛 那你没有办法啊 看不懂的话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尤其在这时候跌破的时候 哎呀老师要刹尾盘了 怎么办呢 我只回答两个字 没事 四个是不要紧张 结果到这时候开始以后 哎呀 又看懂了 尾盘再给你一刀 对不对 那王同常讲嘛 你们追高杀低的教训还不够吗 好了 今天呢 我先从那个tick图上先帮你讲一下啊 你看一下1月27号礼拜三 最高涨178点 最低下跌16点 最后上涨42点 今天那个盘是大震荡 强弱分明 真的是强弱分明的 我给你看好的股票我先给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5269 千金股这没有问题吧 翔硕千金股 你看看千金股的表现 今天创历史新高 我给你看一下k线 这是月线啊 这月线啊 看到没有创历史新高 看到了吧 都看到了啊 好我们回复到日线 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两个股 叫1590也是千金股 今天也创新高 雅德克 我现在掉了 月线给你看 是不是创新高 对吧 那么既然直接千金股在表态 那你还要担心什么 你不用担心 但是盘面上 你看看那个仿千股啦 食品股啦 还有造纸股啦 造纸股更好玩了 你看1909的农层 今天还破底啊 不要说是农层啦 其他的子类股 几乎都濒临破底边缘啦 钢铁股啦 航运股啦 营建股啦 观光股啦 简直叫惨不忍睹 真的是惨不忍睹 那电子股里面呢 电子股里面也是一样嘛 太阳能股 我给你看看6244 你自己看看太阳能股 不是当初吹嘘的好厉害 好棒好棒吹嘘好厉害 你看看是不是破底 拿来看6443 元金是不是破底 4934 是不是破底 看到没有 都快了 就是濒临破底边缘啦 所以现在简单讲一句话 那王童在去年线上演讲会之后 还特别交代了一句话 今年会上涨的个股不到50% 你们现在总算相信的吧 所以现在话讲回来 传产股你不要碰 那你不要弄为说传产股 一整年不会涨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也会有涨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涨幅都不会大的 然后呢 伸一股不要碰 主力股不要碰 主力股你会去抓它涨停 它就有可能会跌停 像是毛宝不就是了吗 今天跌停版给你看了吗 所以王童今天把这个盘告诉你 叫什么 叫做强弱分明 看到没有 强弱分明 强是强在哪里 电子正规矩 弱呢 其他一些个股都很弱了 那金控股金龙股 那是稳盘用的 它叫做不强不弱 所以今天王童帮你讲的 应该是很多了 是不是 你不要听到什么消息 就马上一头冲进去 尤其是前几天还有人告诉我 哎呀纸将要上涨了 所以赶快去买纸类股 结果你先把纸类股稍微看一遍 点到惨不能堵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什么 你们大家在操作上的一个大盲点 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帮你讲一下大盘 大盘我们就直接进K线 来进电脑画面 我直接从这里帮你解 今天很多人呢 要讲K线形态 出现了这个形态不好啊 黑K棒 对啊今天是说黑K棒 这没有错 红K黑K的解读 不是这样解读的 红K黑K的解读 你还必须要去综合整个盘面 因为大盘的指数是被动的 所谓的被动是什么意思 是有那么多档个股 通通组成来帮你看这个大盘 所以你去解读大盘的K线 你就必须要去看它个股的表现 这才是重点 今天重点是2330台积电 今天杀个台积电 杀台积电的原因是因为它为了结算 为了周选择权的结算 而且台积电今天立刻亮缩了 看到没有 并不是在丢货啊 并不是提款机 很多人讲台积电是外资提款机 那简直胡说八道 你看不懂盘子你就不要乱讲 还有很多人讲台积电带的多的钱 都被外资赚走了 你去详细看资料 外资整体外资对台积电的总实股 不超过20% 那你会讲的话其他的70%跑哪里去了 75%跑哪里去了 黑手手上 在黑手的手上 所以不要听外面那些胡说八道了 哎呦像昨天啊 像是那个什么 我只在讲啊 很多网路里面就讲 哎呀是不是行情结束了 台积电要崩盘了 是不是一大堆胡说八道的 有什么玩古网啊 那里面的文章 都写一个很耸动的标题 让你尽力看 然后增加点阅率 我奉劝各位那种不该看的 你不要看 你看了以后你会上当 我讲了很多遍啊 那你说今天我们整个量缩掉了 整个量缩掉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当冲客退场 没有太大原因 当冲客近期不太敢玩了 被修理得怕了 那不是还有人告诉你吗 我们是当冲雪月 每天让你赚三千到六千 那胡说八道的话你们也敢相信 不收费 对 是不收费 收你的本钱 你这句话听懂没有 你的股票赔钱了嘛 你就当冲就赔钱了 是不是你自己赔钱 那当然他没有给你收费啊 那谁叫你相信呢 王同学一直不断讲这些例子给各位听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大盘缩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当冲客退场 当冲客退场那么量能都缩下来了 当然呢也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到下个礼拜五就要封关了 那么大家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 也有点静观情趣 就是比较保守 但是王同必须要告诉你 这个盘没有问题 这个盘没有问题 那么再来看啊 你看一下今天的低点多少 15642 27啊 低点15642 昨天的低点 15589 看到了没有 两天不破低了 那么两天不破低代表什么 15600已经守稳了 我已经告诉你15600首稳了 你们干嘛不要担心呢 那15600首稳 那这个盘要怎么办 迈向16000点 而且它上去的速度会很快的 我今天花点时间帮你讲这个盘呢 那你盘面上的个股选股是相当相当重要 而不是说射飞镖 看什么掌就追 我可以跟你讲啦 你会上当 会受骗 会重担 会受伤的 所以今天我都把这个盘烧讲给听了 盘到这边为止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告诉你亮说的漂亮 亮说的漂亮是好事 好了啊 最后你看一看 王同今天给你什么答案 1月27号礼拜三 亮说的漂亮 我刚刚已经讲的很清楚啊 亮能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了 该出场的 在昨天前天通通出场了 该被洗出去 该被甩出去的 通通出场了 这个就是做手 这个大盘做手的厉害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散户的心态都是如此嘛 看不涨就干嘛 撒 对不对 看涨 追 这都是散户的习惯嘛 结果从去年到今年 也不要讲去年到今年 从前年到今年 难道你们受伤的程度还不够吗 所以今天呢 我也把这个盘稍微详细的讲一遍给你听了 好 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盘面上的表现 盘面上的表现 你看看一档个股 叫667 第二 腾辉电子 昨天下跌 我公开告诉你昨天下跌 量缩 你不用害怕 昨天一下跌量就缩了 你不用害怕 今天立刻上去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那为什么腾辉电子它会涨 因为它本身有散热的题材 而且也有车用的题材 最重要一点你看看它的业绩 去年前3D赚4.24元 所以再烂再烂再烂 它去年的EPS 应该可以赚到5块以上 赚到5块以上的个股 它现在股价才81块2 你说便宜还是贵 所以王瞳一直不断的 就是从EPS观点来告诉各位 你怎么去挑股票 而不是看涨去追射飞标 那么你再开始看3483 立志 我昨天还公开告诉你 买点到了 今天上去了没有 有 再看3017 齐鸿 昨天也告诉你 这个买点都到了 你看到它上去了吗 有 虽然涨不多 但是明天就上去了 我都已经讲给你听了 你不要说我没有脚 好 再来你可以看 6278 台表科 这也是我们手上的十股 我给你看看台表科 你看看走得稳不稳健 很稳健 从这里上去一个掌停下来以后 稍微在那边整理 这边又上去了 底部是越垫越高 看到了没 都看到了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2327 国聚 国聚今天盘中还一度翻黑 一度还跌了十几块 最后收盘收平盘 看到没有 盘中最多跌了16块 最后收盘收平盘 那么主流在谁的身上 你还看不懂吗 这我也没办法了 是不是 而且王瞳在昨天告诉你 什么背 什么金 生化家 打下来你自己找买点 还有一个就是莫思飞 我讲得很清楚了 好今天你来看一下王瞳的实战操作 早上8点48分 8点48分 手中有3217U群多担者 请挂掌停板价129.5元全速出行 获利下车 8点48分挂出 你看一下3217U群 最高来到哪里 最高来到129 有 我公开讲我们没有出到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我的会员朋友们 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看到没有掌停 或者掌停板下一档下一档 下一档 出掉了 对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都是我会员 他本身厉害的地方 但是重点是 你下面有没有买呢 你没买你怎么出呢 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看 这个下一档讯息 11点11分 上一期U群请改市价获利出清 11点11分在哪里 来来来给你看 9点10点11点 11点10分在这里 停在这里一段时间 停在这里一段时间 看到没有 看到很清楚了 好了我们通通输掉了 所以我们也得拒实已告 来看清楚 恭贺各位 3217U群 市价出在123元 我们买在111到110元 这是今年第十个红包 也是大红包 王瞳一档个股了结以后 一定会照实的讲给各位听 绝对不会说像别人一样 你看从底部算起 到这里涨了300% 200% 100% 都是我的 我没有 我是买点卖点都告诉你们 一个老师的style 就是要像王瞳一样 成性 那我们之前就是买了U群 我也告诉你 U群就是我们手上的持股 这都没有问题 结果今天U群 很不幸 他尾牌又下来了 下来没关系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把它捡回来 就像8081一样 我昨天公开讲 你不要急着急 结果今天8081的至新又下来了 看到没有 对了吗 所以股票的操作 用稳健的方式就好 看到价位来了 你们就可以分批成接 上去以后就出托 出托以后就不用再留恋了 这就是王瞳的style 所以今年我必须告诉各位 看清楚 来给你看一下 这是今年第十个红包 也是大红包 好了 今天王瞳帮你讲的 就到这边为止 那你一定会讲说 今天盘不好 我可以说给你 今天盘没有不好 今天盘好的很 所以明天会如何 好了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自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金管 投顾新字第009号